我们就校准好这三个就行了 第二台就是这个精灵的4P2.0 这台呢刚才在楼下进行了一个升级固件 但我还没去校准它的IMU 看一下这里 这里就是它的IMU 其实这四条小绿条 这样子是可以不校准的 但是为了让大家收到的时候 是最佳状态 所以我还是去校准一下 校准IMU校准指南针 还有这个云台 然后如果视觉有这个字检里面有爆的话 那也要校准 但是这台是没有爆的 所以不需要校准视觉 我们就校准好这三个就行了 毕竟都这么贵的VN机了 肯定是状态越好 我们飞得越开心 要按照它的指示去放这个VN机 它显示怎么放 咱们就怎么放 这样子就很快可以校准好 整个校准过程也就两分钟三分钟这样 其实校准说白了 就是让你每个VN机的每一个方向 前后左右上下都这样去放一下 最后一个方向上 OK 这样就校准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立即重启 VN机现在已经重启了 好重启好了 这个时候可以装回螺旋桨 装好之后就是下一步 校准这个云台 云台是有这个进度条的 乖乖等它校准完就完之了 然后其实这种东西呢 一年半载的校准一次完全就够了 毕竟有的机子好几年不校准 它都还是能保持这个稳定性 这种也不是说强制要求咱们去校准 就是说校准的时候可以达到它这个最初的状态 也是它最好的状态 好了 云台校准完了 最后一个就是指南针 开始 VN机水平旋转一圈 然后给它立起来 再这样子旋转一圈 OK 这样就校准完毕